这两天给我们家二宝办百日宴 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四川农村办宴席是怎么样的 顺便看一下今天晚上都吃一些什么 煮完回锅肉的这个汤再煮点萝卜进去 煮不煮花肉 等一会儿再煮点花肉 我认为是煮了连锅汤的 再捏点这个花肉放在豆瓣这个 老传统我们内疆这边老传统花肉就要捏点豆瓣 锅里面是红萝卜烧的五花肉 也是今天晚上的晚餐 这边再切的就是明天中午吃的 今天要提前准备好 我看这个酥肉都已经炸好了 一般是用来香碗打底的 现在这个应该是在炸丸子 一次性的挤四个 看一下今天晚上煮什么肉吃 这个煮的做的肉应该是等一会儿炒回锅肉的吧 看一下今天晚上的菜单 这个是凉菜应该是有三个 回锅肉 红萝卜烧鸡 鱼儿烧排骨 然后粉条虾饺 水煮肉片 瓦斯尔肉丝 还有一个素菜一个汤 今天晚上也是吃的便餐 然后12个菜嘛 这里煮的山药炖排骨 这里是华肉 萝卜华肉 中午已经吃了一餐了嘛 然后地上很多垃圾 叫我家大儿子过来把它剪干净 再来看一下我们刘师傅在干嘛 刘师傅你咋子 我在切回锅肉 今天晚上把回锅肉切的均匀一点 和师傅炒了 炒个高品质的回锅肉 那么高品质啊 每一片切来厚薄都差不多的 大小也差不多 你也亲自当刀哦 对 回锅肉如果切不好的话 有的都已经熬干了 有的还是很肥 他把你的工作给抢了 现在你又没得剪了 那你找给你找个其他活干好不好 这边是在为明天的正餐做准备了 蒸菜 夹沙肉 八宝饭之类的 香碗 你坐这里吃了吗 丸子好吃吗 爸爸做的好吃 还是刚刚那个厨师做的好吃 哎呀我的天哪 这个肉好肥呀 头刀做的 但是这个肉真的是香 好吓人哦 哎呀好爱呀 咱这鱼儿那么多 鸡肉没得两坨的呀 你的鱼儿好大坨 鸡肉好小坨 不是说副料不能打鱼 打鱼猪了吗 花肉也烧好了 就等到腰气开干了 这是切的今晚上的凉菜吗 明天中午的哦 起碗还还还还有一点 这个葱子还还一个 这是今天晚上吃的 红萝卜烧肉 婆婆辛苦你了哈 到晚上多吃点 是 啥 鱼儿子讲过的自己的 闲烧白上面抓的冬菜 这个肉还是材料完呢 水煮 哦今天晚上还吃一个水煮 整的红亮亮的 活路肯定是干不完的 明年火锅底料 水煮肉片也来一点小米辣 全部都下入去煮了 以前在饭店里面做的时候 如果是做大锅菜的话 一般肉都滑一下油 四川这边一般都吃家常味 也就是红亮亮的 不是看着很红实际是不辣的 这个叫川味家常味 肉片把点老抽的话颜色就好看的 真的是白的 这个是红油三丝 水煮肉片淋油了 干辣椒 蒜末 花椒 用两个勺子呛油 和我们做小锅菜就有点不一样了 我们都是呛的那个刀口辣椒 油一下去就颜色出来了 锅里面剩下的油好像要煮一个虾饺 八卦辣料花椒 还来了一点干辣椒 酸姜 酸海椒这些 再带一个学校图嘛 学校图不穿工资的鞋带带给你打下手 学的有技术 小伙子年轻的十多岁十八九岁 还有粉条啦 没的呦 没粉条呦 大锅菜的红汤感觉比小锅菜的红汤炒出来 颜色更加的红哈 马上要准备开饭了 刚刚那个师傅说看见人都来做起了 心里面就开始有点慌了 因为菜还没有炒好 这个红汤的虾饺已经出锅了 凉拌的猪耳朵 这个是一般拌酒都必备的一个小凉菜 再来炒一个家常的豆根肉丝 再说一遍啊 因为今天吃的是便餐 也就是第一天 明天才吃正餐 所以吃的稍微简单一点 茄子跟茄子 请在这一头就好看 茄子有 九分的海角九十 这边菜准备好了 马上就上 香酥鸭 凉拌的素三丝 这个就是水煮入片 说实在的 和我做的就差远了 烧着粉条 这个粉条每一次是最受欢迎的 感觉有点长 等会儿要搭梯子 我也准备吃饭了 这个相机好像开了美颜一样的 我皮肤都拍的特别的光滑了 喝一点这个椰汁 口渴了 这里今天晚上还剩了一桌 因为这个也是付了钱的 我们也吃不了 然后我就叫我姑姑打包带回去 我姑姑她说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吃都没吃过 不倒着的话 到时候也是浪费掉了 反正都是算了钱的 我妈的吃都没吃到 我妈的吃就挺好